哈囉大家好,我是家裡蹲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蘇 那就是打這個魔龍鹿 開局我們先幫打野吃一下藍 那幫忙打完藍之後我們就來對線 我們這把打的是小丑 小丑打蘇呢算是五五開 因為蘇在狙擊的時候會有那個紅線 那小丑只要往紅線的底部射 就是非常容易射到蘇 我們這邊開局幫星葵打了很多下藍 那他就直接入紅 這邊看看有沒有機會 他拿到紅之後還有逃脫出來 這一波非常的賺 那我們就趕快做個後撤 用對方的人來勢兇兇 那我們就回到塔下 開始用狙擊模式消耗一下 那玩笑的重點就是這個甩狙 在你蓄力的時候 就是滑鼠螢幕要一直動 這樣才帥 帥就完事了 射不射的重是另外一回事 這邊對方一直把垃圾往我臉上丟 搞得非常不舒服 那以為我們輔助是跟著隊友打 那我們就要貴一點 這邊隊友被死擊殺了 我們來稍微射一下 射到這個小丑 後續他跳進來也是被塔打死 復活出來之後我們繼續來兌現 那我們清完兵之後呢就來拿一下魔路的尊嚴 對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稍微消耗一下 這邊這個小丑一直抖 但還是被我射中 那這邊連續中了他兩發 後續再繼續抖 看有沒有機會中第三發 第三發就空了 兵器不是每天都在過年嗎 我們講求就是一個隨緣 會中就是會中 那接著呢我們就繼續等下一波兵到 我們先躲草叢看有沒有機會再消耗一下 那沒有機會兵線來 我們就直接出來浮功清兵就可以 卡兵推到塔下呢 我們就又有他的視野 我們就可以再用狙擊槍消耗他 那這邊連續空了兩發 非常尷尬 這邊隊友來了 我們稍微打一下這個章魚 最後閃現想跟普攻擊殺他 結果他大絕扣了很久 後續我們大絕後撤趕快拉開 隊友也是到了 我們拉開之後用狙擊模式幫忙 那也是沒有幫到忙 就直接隊友都把對方清光了 那接著我們清完兵線呢 再拿一下魔路尊嚴 那這邊是已經4分鐘了 我們可以來打一下防禦塔 看有沒有機會把防禦塔拿掉 拿掉之後呢 我們就來後面稍微拘留一下對方的人 接著可以看到隊友一直在上路打架 我們就廣前放一下 這邊我們就站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進行普攻就可以了 輸在打團的時候各位一定要記得普攻哦 千萬不要一直在後面狙擊 一直在後面狙擊的話呢 你如果狙擊又沒中的話就會非常尷尬 等於說你團戰是完全沒有輸出的 那我們這邊已經沒有血量了 趕快把兵線清掉就可以進行個回補 回補出來之後呢我們繼續來魔路清線 清掉線之後呢順便把這個魔路的尊嚴拿掉 隊友這邊已經是死成一片啦 我們現在去也來不及了 我們拿掉之後呢稍微在旁邊看一下情況 我們這邊狙擊完之後直接後跳 逃到一個安全範圍 再接著狙哦 那輸我個人是覺得蠻好玩的 加上他的手非常長 他這個狙擊只要你有狙到呢 傷害就是非常高 所以各位如果狙倒的話 絕對是一個T0角 我們這邊千萬兵都往下走 看看有沒有機會拿這個魔龍 因為對方的人是在吃凱撒 我們這邊送一個防禦塔 我們拿掉魔龍進行一個交換喔 那接著就來中路稍微居一下 這邊一個0個殘血 成功帶走 那可以看到隊友還在下路打 我們在中間卡下對方的雙人組 讓隊友能夠成功的去下路收頭 這邊一樣 狙擊消耗一下 接著再來清線 輸壓塔的時候非常簡單 就是把陷阱擺在兩側草叢裡面 給足夠安全的視野之後我們就可以放心壓塔 可以用狙擊槍多消耗對方 這邊配合隊友來錄一下紅 紅拖掉之後有個魷魚跳進來了 我們直接閃線拉到安全位置開局 那後續呢隊友是被打結結敗退 我們的輔助已經倒了 沒什麼機會我們就進行後撤 玩輸在狙擊的時候一定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如果你離對方離得太近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不會動的靶 是非常容易死的 這邊圈來中陰中陰我們要去上路守 但後續發現是來不及了 我們就繼續回來中路就好 我們這邊阿葵直接被秒掉了 我們就只好繼續來清兵線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令月也是蠻counter我們的 我們在原地劇的時候 他如果那個強化二技能丟到我們 我們頭是會裂開的 甚至後期可能是會被一發秒掉的 那沒有機會之後我們就趕快來魔路發育 這邊小丑瞬影想直接大我們 我們直接拉開 接著看到隊友打起來了 但由於我們現在已經沒什麼血了 我們先拉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然後用狙擊幫忙 這也是玩輸好玩的地方 在你殘血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從很遠的距離 用狙擊支援隊友 那這邊我們再稍微普攻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配合愛里呢 帶走對方兩名成員 這邊 後續章魚是開出大絕逃跑了 那我們就繼續來清線 輸了這個普攻傷害也是很高的 所以各位在打團的時候 除非你是位置非常不安全 或是說你完全A不到對方的時候 再使用狙擊 在團戰打起來的時候 盡量是站在裡面A人就好了 因為輸的手其實也算蠻長的 然後你還有大絕可以進行後跳 所以基本上可以非常容易保持安全距離 等對方殘血 然後他們逃跑要收割的時候 就可以狙擊繼續看 那這邊我們吃掉魔龍之後呢 隊友在下面打起來了 我們趕快下去做一個支援 對方拉出去囉 所以我們這邊選擇先來守守看這個塔 那也是守不掉喔 這個小丑呢 有這個二技能 我們直接被他帶走 復活出來之後呢 我們來下路首線了 那目前各位可以看到比數是16比21 隊友基本上是被重頭壓著打到尾 讓對方語取語求啊 基本上是我們是沒有什麼辦法 那這種時候我們要做的就是盡量農 盡量發育喔 然後呢拖到後期看看有沒有機會 抓對方的失誤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一波反打 那清完下路的線之後 我們趕快進行一個回補 這邊又打起來 我們愛里死了 我們趕快上前喔 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沒機會我們就在後面GG喔 稍微消耗對方的血量 只要呢狙到對方兩三發 對方殘血的話呢 他們就不會想壓塔 他們就會撤退 我們就可以又成功拖到一波時間 這邊對方想殺我 我們直接瞬移往後拉喔 拉到個安全位置之後呢 帶走對方的這個被揚 後續我們再稍微狙一下 那對方也是逃離我們的狙擊範圍 我們就進行回補 那各位在打逆風場的時候 就是要穩住心態了 盡量找機會 這邊對方就是給機會了 我們成功殺掉對方超人之後 連這個章魚一起帶走 接著我們趕快把線帶出去 這邊我們來call我們的隊友吃凱撒喔 吃掉凱撒之後呢 可以看到下兵有點多 我們趕快來清 我們可以來壓壓看中塔 那這邊我們一樣先用狙擊進行一個消耗 這邊成功狙到另一個兩發喔 但是後續是沒有冰了 對方章魚跳出 我們上前普攻一下 接著大絕拉開 後續他也想追喔 我們直接開出我們的日影之攻 開始A 船長來了我們稍微扭一下喔 雖然最後還是被他頂到了 不過也是成功帶走 後續還有一個超人也是帶走 那這邊呢我們是一個三換三喔 打的還算行 而我們的兵線其實都是蠻好的 我們就可以來壓看塔 這邊目前對方是有另一個 我們先遠距離消耗一下喔 看到我們心葵上了 我們先把塔A掉 這邊我們不行了趕快接瞬移喔 進行一個後撤 接著呢我們來這個草叢進行個回補喔 但是這個小丑呢肯定有偷開啊 他直接走過來呢快速把我們送回家囉 非常的尷尬 那復活出來之後呢我們來吃這個 小野怪 那吃完兩隻小野怪之後看到我們心葵在裡面打喔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救他一下 我們再看到船長我們大絕後撤之後 開啟場地圓瘋狂A他喔 那追不到我們就稍微GG看了 那沒中也是很合理的 畢竟我都沒開 嘿嘿 那這邊對方是打了三名成員喔 我們趕快來把兵線帶身 那兵線帶身之後呢可以看到隊伍還在打架 我們就call一下隊伍看看有沒有機會拿這個凱喪 這邊有哥德爾來幫我們扛喔 那這樣我們應該是有機會拿掉的我們來吃吃看 有一隊友都在他們的下面打架嘛 都會把他們人吸過去 所以對方應該是猜不到我們在吃凱喪 那這邊就很順利的把凱喪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我們就回到野區喔 繼續來吃一下野怪 看到對方又想壓囉 我們GG槍稍微消耗一下 那接著我們隊友也是都復活囉 是一波5打我的團戰 現在已經來到17分鐘囉 看看這一波可不可以結束 那這邊我個人的習慣是 開團前會先站在後面G一下喔 那能消耗多少算多少 也可以保持自己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不會被對方碰到 那這邊章魚開大 我們先稍微拉一下 找到機會之後我們就開始開A喔 開啟我們的日營之弓 這邊可以發現對方超人的位置很爛喔 我們先把超人帶走 帶走之後呢我們繼續往前喔 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另外直接被我們力量秒掉喔 那後續小丑差一點跑走 而我們的艾琳呢 則是單殺了對方的被揚喔 在對方剩下兩名存在的情況下 我們直接走進去A就可以了 最後拆掉主堡 結束場比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各位還有想看我玩什麼角色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機會的話我就會去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Peace and Love 多開心 先 princess個男生 超有靡止 你還在進 meille 看我 前陣子 快樂 我們還在進去 還有國 pass 旁邊 可樂 奇小姐